我是赵绍康 欢迎来到赵绍康视频的现场 台北股市 涨141点 昨天台股跌 0.65点 等于是平盘了 美股 昨天道琼 涨了254点 涨了0.74个百分点 S&P500涨50点 涨1.13个百分点 NASDAQ大涨270点 涨了1.95个百分点 分成半大体涨0.66个百分点 欧股英国中涨0.46个百分点 法国德国都大涨1个百分点 1.1个百分点 台股涨147点 天气今天3月23号 今天跟明天两天都吹东北季风 另外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翼的影响 北部去东北部天气比较凉 今天是凉了 另外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的机率要注意 今天北北季温度16到18度 降雨距离几八% 100% 陶珠苗15到18度 降雨距离是100% 中张头云嘉南都是17到19度 降雨距离呢 中张头90到100 云嘉南70到90个百分点 高平21到26度 降雨距离一半 50 宜兰19到21度 花莲21到22度 台东21到25度 降雨距离都是80% 外岛12到20度 降雨距离10到80 我们看西岸 看起来温度是降很多了 高平原来都30度以上 现在只有26度 不过26度还是不错了 那北部 陶珠苗以北就 甚至中张头以北都比较低 最高只有18 19度 所以全台湾 被雨 雨来这个 这个下 就炸 他们用炸 雨炸 雨炸全台 又湿又冷 那 下周 封面呢 更猛 哇 什么 恐怕会连下 10天的雨 10天啊 对流云溪发展旺盛 目前台湾海峡 北部有对流云溪 逐渐移入 新竹到彰化地区 要注意瞬间大雨 雷击还有强震风 机场局针对基隆北海岸及新北市发布大雨特报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 那刚讲 今天这个温度其实都不高了 那因为东北风偏强 所以空旷地区都有强震风 强震风 下个礼拜封面 是很猛的 那吴德荣教授是说呢 我看到怎么讲 周五上午起天气好转 今天礼拜三嘛 三四冷 礼拜五上午天气好转 礼拜六白天还不错 然后呢 礼拜六白天温暖像夏天一样 各地高温会升到30度以上 但是礼拜六晚上有一波封面到了 各地再转为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气温骤降 然后呢 下礼拜天礼拜一封面徘徊 各地仍旧局部阵雨或雷雨 礼拜二封面结构减弱 反正变来变去 第二波封面将在这个礼拜六晚上接近 甚至超过一周 甚至有十天 都可能是下雨的天气 所以你看厉不厉害 是很厉害的 那我看这个天气这样真的多变 大家真的要十分的小心 要小心 因为这个变来变去 那有些人就容易感冒了 虽然最近大家戴口罩 感冒的人比较少 但是好像还是有 还是有 不见得就都不感冒 那 这个这样 这种天气就是所谓炸暖缓寒 而且阴晴不定 一下有 一下没有 一下有 一下没有 阴晴不定 好 那么 不过我看礼拜五上午会开始好吗 持续到礼拜六 我这关心我那个听友会了 我们是礼拜五 礼拜五下午 礼拜五下午 所以看起来天气应该还好 会到礼拜六白天 好 那么 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很多了 台股现在上涨119点 上119点 那么 哎呀 昨天晚上地震 大家应该有被震行吧 花冬财产了 一夜 超过50震 昨天 凌晨1点41分 发生规模6点6的强震 最大震度 在台东县的长滨 那这叫做六弱 这是109年修改地震 震度分级表以来 台湾第一次震度达到六弱 所以看起来也是蛮强的 主要是菲律宾 海的板块 跟欧亚大陆板块碰撞 把底下的板块碰来碰去 就会造成强烈的地震 两分钟 规模6点1的地震 是余震 余震6点1 两分钟 还蛮久的 我觉得昨天 提醒未来三天 不排除有规模5点5以上的余震 从今天凌晨开始到上午8点 大大小小的油感 或是小区地震 已经超过50起 这样都在同一个地带 国家警报响了四次 我是把那个警报关了 我是可以关的吗 应该是可以关的 之前我没关了 每次想半天 想半天有什么用呢 你往哪里逃 只是图征 纷扰而已 图让人家紧张而已 有什么用呢 吵死了 我是把他关了 因为如果你住在那种平房 还可以跑 你在楼里面怎么跑呢 既然不能跑就算了 就Let it be 随便吧 这个区域半世纪以来 没有超过规模6.0的强震 这次呢 这么规模6.6 还带6.1的余震很少见 说这个有专家说 就是气象局的地震预报中心 主任叫做陈国昌 他说呢 他怀疑地震活药起 已经开始上升 那今天的地震 跟日本的三一大地震 南亚大海啸 那好久以前了 也没有关联 陈国昌说是不同板块 没有关联 根据长期的平均的这个资料 台湾一年中规模超过6以上的地震是2.5个 通常是2至3个 2加3除2不就2.5吗 今年到现在已经第三次 现在三月已经三次的 通常一年才2.5次 所以的确 陈国昌说比以前少见 很多地区的地震呢 以前没有的 现在也有 以前很少的 现在也多了 要留意未来地震 是不是会更加频繁 地震是最讨厌的东西 真的是 这个地震 尤其台湾很多的建筑 都是以前的法规 911以前的法规 建的 所以那个耐震系数比较低 就是它的结构了 比较低 那花东强震 玉长公路军列 全线封闭 台11线处 台11线多处边坡 摊坊落实 花园今天凌晨发生规模6.6的强震 玉里医院祥和院区 桥敦受损 发生倾斜断裂情况 强震传出灾情 台11线长冰箱 东河乡多处路段边坡 摊坊出现落实 影响半线的路面 台30线玉长公路 东段32.5公里处 出现路面均裂 公路局勘查后 预警性封闭 全线道路禁止通行 反正就有一些 一定会有一些道路 大概受到地震的影响 不过好像没有其他 房屋倒塌 不像那个91 那个时候 不是91 那个什么312 什么31级 反正就是说 以前的房震系数是很低的了 也不是很低的 就是不如现在高了 后来慢慢慢慢加强 加强加强 那你说 那一开始做 那把地震系数 地很高不很好 地很高 你建筑费用就比较高 他要求就比较高 所以就看你到底 你要追求到什么地步 好吧 再看乌克兰 你看乌克兰的战况 现在其实打到现在 还不到一个月 好像大家慢慢慢慢 也就没有那么关心了 你说我们台湾 联合报 今天就说这个 303大停电呢 是用准放火罪去查 台电的员工 那中国时报的头版头叫做 统一并购加乐福 打造全通路的版图 没有人再给你提 这个乌克兰战争 我就讲 久了以后就顿化了 它就变成一个数字了 昨天死多少人 昨天是怎样 就变成这样 这没有办法 都是这样 不是只有乌克兰战争 其实以前打越战 什么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打那么多年 到最后你 你什么时候看到 阿富汗战争的消息 没有 一直到撤军 才看到这个消息 但是那边的人 就很惨了 乌克兰港市 就是马力波 被俄军炮击 泽伦斯基说 有十万人受困 希望能够允许 人道援助撤离 乌克兰港市 马力波 遭到俄罗斯军队围困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表示 马力波大约有十万人 处于不人道的条件 稍早 乌克兰再次呼吁 让人道援助 进入马力波 并且让平民有机会离开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说 马力波完全封锁 没有食物 没有水 没有药物 这俄军不断炮击 轰炸之下 马力波处在 不人道的条件下 一无所有 他们希望能够 透过人道走廊 营救当地平民 但是呢 说这被俄罗斯的炮击 打断 那 在重重困难下呢 泽伦斯基说 有7,026名马力波居民 礼拜二获救 那他也说过去两星期 乌克兰收到超过十万吨的人道主义 救援物资 同时他已经跟天主教教宗 方基克谈话 请教宗访问乌克兰 这将明确支持每个乌克兰人 过去几星期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 马力波居民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 在度日忍受俄军轰炸 副总理是要求呢 为平民开放人道走廊允许 平民离开 而且人道军也能够进来 乌克兰的总统府顾问说 控制基辅是俄军的一大要务 但是呢 这样做形同自杀 我是赵好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事件的现场 九宫不下 所以因为还没有实现军事目标 俄罗斯不排除动用核武 西方这样一直说了 说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 甚至会动用化武 不过的确了 普丁在想些什么 俄罗斯要做什么 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想法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俄罗斯总统普丁首席发言人 坦言 说俄罗斯还没有实现 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他拒绝否认俄罗斯可能诉诸使用核武 他在被CNN主播访问的时候 问到什么时候 普丁会使用俄罗斯的核能力 他说如果对我国生存构成威胁 就会使用 换句话说 现在还没有对我生存构成威胁 如果对我们俄罗斯的生存构成威胁 就会使用 泽伦斯基礼拜四会在布鲁塞尔 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的 北约世界领导人峰会上发表匿名言说 他说这将是盟国领导人直接听取 泽伦斯基关于俄罗斯的侵略 导致乌克兰人民面临严重局势的机会 英国国防部的最新评估是 欧罗斯可能会以越来越暴力跟强制性的措施 来应对先前各种失败 来压迫乌克兰人民 现在打了快一个月了 那现在看着九宫不下 那俄罗斯到底会出什么招 也是大家关切的 那欧洲议会外交委会通过 欧盟与印太地区安全挑战报告 朝案中驳斥中国大陆企图将俄务战争 跟台海局势类比 并且指出台湾是重要的欧盟伙伴 他们56%战程 报表反对12票弃权 通过了欧盟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挑战报告 认为这个印太地区呢 有全世界六成的人口 是重要的地区 当然大家也知道了 特别呢提到台湾 说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 重要伙伴跟民主盟友 支持台湾的民主发展 欢迎台湾在促进印太地区 特别台湾海峡和平安全发挥积起作用 重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也点名中国军事快速扩张 那就要付诸行动 要付诸行动 另外呢 拜登要访问欧洲会宣布新的制裁 他会宣布对俄罗斯的新制裁 那苏利文说呢 拜登跟习近平会腾到现在 没有看到中国大陆援助俄罗斯的迹象 就他们一直在警告了 之前一直说有援助 现在说还没有看到 但是呢 他们会持续监控 换句话说 美国的招就是说 我一直讲说你会你会 你说你不会不会不会 你就不敢去援助 大概这个意思 好那台湾现在上涨123点 刚有讲 联合报今天头版头登的叫做303大停电 他们用准放火罪去查台电的员工 一个简性科长 一个甜性工程师 一个理性值班主任 去搜索 他们的住处 还有办公处所 而且同志三人 道案说明 然后呢 征讯以后呢 以准放火罪 妨害公用事业罪 分别15万元交保 三个人各以15万元交保了 而且要追查去年513517停电的原因 追究责任 我还没听过这个事了 当然了 你台电这些员工疏忽 这是不可原谅低级错误 我们也讲了 怎么搞什么鬼 检查这个 这个设备 然后呢 居然把这个 绝缘气体 放 抽掉了以后呢 要重新试测的时候 居然没有把绝缘气体放回去 这种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了 但是 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电厂的错误了 人嘛 总会犯错了 但不会迁以法动全身 到整个台湾大停电 549万户停电 以前不会这样子 那就你电还是不够 你调度有问题 那你现在是说 我看那个形态招的意思说呢 说这会不会有反社会分子 就说这些人是故意的 换句话说 检察官是怀疑这些员工 不是 不是犯了这个低级错误 是故意犯这个低级错误 故意让你造成停电 故意让人心浮动 这也很奇怪 他一个电厂的员工 我不相信 我觉得这个检察官 故意要入人于罪 你要这个检察官 如果故意要入人于罪 是很可怕的 他把你查到 上穷毕落下皇权 给你查到祖宗八代的查 而且随便给你 按个理由就起诉你 然后到法院再说 你就跟法官讲 我就起诉你 而且上面交代 他这个检察一体 像法院的法官 还可以不受他们的 长官的这个命令 检察官不行的 检察是一体的 长官叫你做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的 因为我为什么想说 不可能啊 就是说台电这些人 也不知道 他这边新答出的问题 就全国大 全台湾大停电了 他怎么知道 在那个高压变电所 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 他万万他也没想到 因为以前我想 也不是没有电厂发生事情 但没有造成这样的问题 那现在呢 检察官这边就认为 倒是检察官自己认为 还是民进党这样认为 所以就要检察官去查 我不知道 就是说呢 去查 他还是故意的 故意造成我们大停电 让我们被骂 去查 用这个准放火罪来查 我觉得 这个对台电的精神员工 事情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是愈加之罪 我真的不觉得 他们需要用到刑法去办他 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 但说是刑是他故意的 造成你大停电 我觉得这个真的愈加之罪了 我们修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现在现场我们请到了 杰出的钢琴家 陈玉湘小姐 来 陈小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这叫恭喜你 最近喜事连连 喜事连连 那第一个呢 他得到两厅院的 这个表演艺术杂志 2021就去年 年度人物 这不简单 而且他还列了 这个注目焦点 有三项 你受到矚目的焦点 第一个当你在国际上的各种大奖 第二个呢 你在去年 这么辛苦的一年里面 你演奏了那么多场 杰出的好听的音乐会 第三个就是 他也特别讲你的挑战 比如李斯特的 这个超级练习曲 小邦的夜曲 这个拉赫马尼诺夫的前奏曲 拳击演奏等等 而且另外你是救难大师 对不对 因为疫情很多本来预备 要到两厅院表演的 这些国际的知名的 这个演奏家不能来了 你就临危寿命 救火 救火这不容易 人家是 可能人家就专门谈什么谈什么 你这样突然就 临危寿命就去了 所以他被选为 这个两厅院的艺术杂志 的年度人物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你被选为 这个最近的 因为他们钢琴家 其实不只是钢琴家 很多很多行业都有排名 那陈玉香小姐被选为世界钢琴家排行榜的全世界32名 亚洲的第一名 也是只有第二个女钢琴家 这很不容易 对不对 他们怎么排的 他们是由CD来排的 所以等一下会播我的CD 他们就听演奏 还有看受到欢迎的程度 可能类似这样 不简单 亚洲第一人 而且是女性第二人 为什么女性比较少 女钢琴家要掌握真的是 有比较难一点 虽然很多女钢琴家可能不会同意我说的 但是很多 因为曲子是 作曲家都是难的 都是男性 然后尤其是像拉赫曼诺夫这种作曲家 他是手非常大 可以弹到12度的时候 像他曾经说过 他有的曲子 有一个曲子是写给大象弹的 就是你要长得很大 然后很快 然后手很大 所以对女钢琴家来说 比较会比较辛苦一点 大象 因为我知道声乐家他们有点形容词说 吃得像大象唱得像小鸟 吃得像小鸟唱得像大象 就是要吃很多的那种身体很大的声乐家 唱起来很好听跟鸟唱一样 吃得很少的声乐家 唱起来像大象一样难听 那是想说十亮的体型 那钢琴也跟 这跟手指有关了 那个拉起来的长度有关吗 钢琴跟手指有关 跟指尖也有关 指尖最好是比较圆一点的 这样子啊 对 跟体型也有关 跟手的长度也有关 然后到最后当然是个人的功夫了 对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 当然技术是有关的 但是你怎么去了解那个 当时作曲家他到底要怎么表现 你怎么进到他的心里 甚至进到他的灵魂能够这样表现出来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不是技巧的问题了 那完全不是技巧的问题 所以技巧是重要 但是那个也很重要 那个非常非常深奥 那个是到最后再比 就是比深度 那个就是深度 他有个人文化的深度 然后还有本人的个性 就是钢琳佳本人的个性 那个很重要 和他的天分当然也有关系 那做一个亚洲人 怎么去了解那个西方的那些作曲家的 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所以这个完全 我们谈的是欧洲的音乐 欧美的 有的是美国的 美国比较少 欧洲比较多 还有俄国很多 对 对 俄国非常多 所以要去了解 欧洲的文化 西方文化就对 要去住在那里比较好 更重要的就是 对他们那里的语言 要非常的流利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来 我一直想问你 上次提了以后 我一直想问你 你从小就被送到俄国去 多大的时候去俄国 我先去美国 我九岁的时候去美国 但是我非常喜欢俄国音乐 所以我个人22岁的时候 有去俄国 住了蛮长一段时间 大概七年 这么久 那个时候俄国应该很苦 那个时候很苦 而且我是先去比赛 我第一次先去1990年的比赛 1990年的时候非常苦 但是那种苦 当然他的日常生活 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 但是那种苦 我还蛮怀念的 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俄罗斯刚开放 就是开放以后 开放观光 我去了 我觉得很辛苦 哪一年 那个时候是哪一年 不是20年以前 尤其世界20年以前 还是多少 我就忘了 但是就是说 我是参加旅行社的旅行团去了 那已经舒服多了 这样子 我已经开放了 但是物质还是蛮缺乏的 非常的缺乏 然后呢 我们旅行团不便宜 最顶级的旅行团 吃的也不好 甚至住 还记得有个地方 住了那个奥运选手村 他们以前搬了奥运选手村 那里面也没有什么好的旅馆 当后来哇不得了了 慢慢这个好 但那个时候物质也很缺乏 那我想那个之前不是更糟吗 对 所以我90年去的时候 而且那又是我第一次 当然是第一次去俄国 你从美国去那差很远 从美国去 从纽约去 然后我自己去参加 第一个国际钢琴大赛 我还记得那时候 钱买不到东西 所以我已经听说了 钱是买不到东西的 所以我带了一大堆香烟啊 原子笔啊 肥皂这一些 拦继承车的时候 是拿出这些东西来拦的 对 因为钱它不一定要载你 所以很多东西是很难得到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很难得到的 就在他们的音乐里面 所以你就要去经历过这一些 就是太舒服就写不出好东西 太舒服也弹不出来 是真的这样 你七年你怎么过了那个日子 我当然不是一直都在那里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朱利亚音乐学院的学生 所以我来来去去的 那我也在已经在演奏了 所以我在那里 但是我每次待也待蛮久 可能两三个月 这样 那当然主要我们访问他还有另外 他马上要在国家音乐厅 在4月2号星期六 晚上7点半在国家音乐厅办演奏会 另外4月3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 在台中市中山堂 那也是 一个是国家音乐厅台北市晚上7点半礼拜六 然后台中中山堂下午2点半是礼拜天 4月2号跟4月3号各有一场演奏会 那么到底演奏的内容是什么 等一等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 我是赵浩康 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陈玉香小姐 谈她的几场演奏会 我再讲一次 一个是4月2号就马上到了 礼拜六晚上7点半在国家音乐厅 一个是4月3号礼拜天 下午2点半在台中市中山堂 那这两场音乐会 她要演奏的是贝多芬的 第一大叫钢琴协奏曲 她是从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 本来大家说贝多芬只有5首小提琴协奏曲 怎么还有一个第6号呢 她把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成钢琴协奏曲 等下陈小姐大家自己可以说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艾尔加的降A大调 第一号交响曲 这是英国作曲家 他们说这是英国人的光荣 那等等也说明一下 那另外呢 不是只有台北台中还有高雄 高雄在5月1号 劳动节那天呢 礼拜天 5月号礼拜天 下午2点半 在高雄的魏武英 在魏武英呢 那陈小姐有另外一场 这个演奏会 这是不一样的 他是乌克兰的作曲家 来演唱的这个 来写出来的这个曲子 等等请陈小姐自己介绍好了 好那么先讲讲台北台中这两场好不好 来 好过来就是下礼拜这两场是4月2号和4月3号 是贝多芬第6号钢琴协奏曲 那我说第6号钢琴协奏曲 大家都说 而且尤其是我写在我Facebook上 大家说你写错了 那么第6号你看是1还是到5是第几 怎么会第6号 我说真的没有写错 是他改编 贝多芬本身改编的 而且人家要去 想要去还问我说是谁改编的 万一写不好怎么办 我说是贝多芬写的 一般我们比较熟悉贝多芬的交响曲 比较好那如果是贝多芬改编的 应该是还可以 但他这个特色呢 当然除了他是小提琴协奏曲 用钢琴来弹以外呢 他中间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 很长达10页的cadenza cadenza就是一个整个乐团停下来 只有钢琴独奏的时候 钢琴家自己在那里发挥 在台上发挥 整个乐团都停下来 整个乐团都停下来 就是等钢琴家在那里发挥 通常这个cadenza独奏部分 是3到4页而已 这个长达10页 所以就是说钢琴家发挥很久 对 那再来呢 最大特色就是 这是台湾首演 从来没有在台湾演过 所以是台湾premiere 所以这是4月2号 在台北国家的乐廳 4月3号在台中中山堂 那下一场非常有意思 是5月1号 在高雄卫武营 这是弹一个乌克兰作曲家 普罗高费夫 就是Prokofiev第三号钢琴协奏曲 那这个钢琴协奏曲呢 当然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钢琴协奏曲 而且我是要跟台北师弟交响乐团 重点是我们这个协奏曲在2008年的时候 到北京奥运去演过 也是我跟北师交和带着这一首 Prokofiev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 所以我很高兴的在14年后 又要演一次 而且这一次是在高雄卫武营 尤其现在俄罗斯在打乌克兰 对乌克兰的作曲家来支持 所以要支持乌克兰就来听 这个乌克兰的作曲家写的钢琴协奏曲 5月1号在卫武营 好所以你看他现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4月2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 然后4月3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 跟5月1号下午2点半礼拜天在卫武营 就连续北中南都有了 那你也很辛苦 还有在两场这么短的时间 弹不同的曲子 对而且我们这个两场排练都蛮多的 因为这一场4月2号这一场 他会整个录起来放在 以后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这是比较多排练 那是省交 是郭台交 郭台交 好那蛮好题 你要不要播一下什么 给我们听听看 我想我播一下 我们排名第32 世界排名第32那一片CD 因为他们是用这片CD来选的 而且刚刚我说 刚刚您说的第二个女钢琴家 第二位的女钢琴家 那第一位女钢琴家是第27名 但是他在1960就过世 哇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是第一个 其实第一个 Live的 Live的 还很久还很久这样 好了我们听听看来 叫什么名 叫 我们现在播的是 Stravinsky的彼得洛西卡 的第一乐章 好 对 我 我 是 对 我 跟 什么 找 他 是 带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访问的是钢琴家陈玉香小姐 最近的世界排行榜 她排了全世界第32名 亚洲第一名 而且是第二名的女钢琴家 不过第一名已经过世了 所以其实应该是第一名的女钢琴家 4月2号晚上7点半在国家音乐厅礼拜六 4月3号礼拜天在台中市中山堂5月1号 在高雄卫武营也是礼拜天下午2点半 购票呢 刚刚忘了讲 就是两听院啦 两听院购票系统 他们现在改一个名字 叫做OpenTix O-P-E-N-T-I-X OpenTix 那学生好像有特别优惠 他们对学生有优惠 其实在纽约那时候 我看很多剧也是 对学生都可以有去买那种比较特别的票 让学生 穷学生能够有机会来欣赏这些艺术 刚提到礼拜天 5月1号是乌克兰的作曲家 俄罗斯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说你在那边那么久 我想他有很伟大的文学家 有很大的音乐家 有很大的艺术家 画家 那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他们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文化 而且这文化不只是在他们教育里面 在他们读的书里面 这文化是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可以说他们的个性里面 最明显的一点 就是他们有非常的念旧的 这种个性在他们里面 所以他们很多日常生活的做法 是非常的古老的 用很古老的方式 但是这种古老的方式 因为有很多很多古老的方式 就是他们的tradition传下来的 所以他们的文化非常的丰富 再加上这冰天雪地 所以他们有一种bittersweet 他们永远什么都带着bittersweet 一定有苦在里面 苦中带一点甜就是了 对因为他们又很念旧 又什么东西都有苦在里面 生活太苦了 生活是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说今天温几度 今天零上五度 不是要讲个零上吗 因为经常是零下温度 零上对他们来说是春天了 他们可以出去玩可以庆祝 所以冬天非常冷 对而且不只是冷 因为整个欧洲其实都是冷 但是他们是冷 在冷的时候又过着非常苦的生活 所以他们就一直要往他们的灵性去找东西 就找到了很多的文学出来 很多的艺术 丰富的艺术 所以会出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 托尔斯泰 或是音乐家 柴格夫斯基 或是很多的画家 或是像我要谈这个5月1号 这个普罗高飞富 所以他们一直往 因为他们一直往他们心灵找 就丰富的艺术文化 是 好那么不过现在很遗憾 他们本来是一国的 几乎等于是一国 苏联 或是至少是感情很好的 这样别人要打仗 实在是很遗憾 那就是说你弹的演奏这几个 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你挑这个曲 怎么想到要挑这些曲子 这些曲子 当然第一是 我要会弹这些曲子 我要喜欢弹这些曲子 然后指挥家也要同意 或是有时候是指挥家 开曲子给我 但是现在我谈到状况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我这个从疫情开始 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一直救火 一直带打 又同时在救火的 所以到现在已经谈了 到5月1号那场 Prokofiev的时候 那也是带打吗 那其实也是 本来是一位小提琴家要来 很有名的小提琴家 Maxime Vingerov 本来是他要来 所以那也是带打 等到那时候 已经第11首写钢琴协奏曲了 那为了不要重复 所以选择会变越来越少 所以这11首还没有重复过 那钢琴协奏曲要弹11首 大家钢琴家也都知道 是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在两年内而已 就要弹到11首 所以排名应该更往前面走 男生当然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对所以我们讲到俄国的时候 我刚才又想到1990年 我去参加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时候 那时候到决赛 他选12名到决赛 那叫做Tchaikovsky钢琴大赛的前12 我进入到前12的时候 我又是唯一一个女钢琴家 女性不容易 真的而且钢琴比赛 不像运动一样 是男女分开的 钢琴比赛是男女一起比的 所以真不容易 对啊 我在看你一直这样弹不同的 不同的 有的是你自己的运回 有的是因为救火 但是你也得弹 所以两年弹11首协奏曲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 而且这个这个救火的时候当然是救火 Emergency 时间很短的 很急的 是所以你胆子也很大就是就敢接受就是了 当演奏家要很勇敢的 好所以呢机会难得 全世界排名第32名 尤其是亚洲第一名 其实亚洲有很多钢琴家 对不对 亚洲女性第一名 同时是 不是亚洲第一名 女性第二名 全世界女性第二名 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机会很不容易 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了 也是因为疫情 如果说不是疫情 搞不好你又在全世界这样跑来跑去 不仅仅能够在台湾这么多时间 对不对 好我们再听一首你的这个演奏 你要给我们推荐什么曲 过来要听的是 李斯特超级练习曲的第二首 我们来听听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